謝謝我們仁德兄 就是擔任我們TAID專業教育訓練委員會的主委 這個精彩的介紹 那接下來就由我維燕 那本人跟各位聊一聊 這幾年我在設計圈、設計領域的一些觀察跟一些分析 那首先我還是特別謝謝代元昌理事長 還有黃副理事長 還有各位副理事長的邀請 來參與我們TAID的第17屆會員大位的專題分享 那非常的榮幸 所以我今天也是非常認真 不過很可惜我現在人在大陸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也不方便在線下跟大家共襄盛舉 所以今天我就用這個直播的方式來跟各位設計師的朋友 還有我們的各大品牌的朋友來聊一聊 這個設計的行業現在有什麼樣新的變化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大概整體的這個分享大概維持大概在一個小時左右 那希望能夠給大家一些新的設計上面的想像 那這個簡單的開場牌跟自我介紹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做一些我的分享 那首先第一個PPT大家看得到的是今天的主題 非常有趣叫玩物上智 那這是我這幾年來一直在思考的一個議題 因為我認為設計圈其實隨著整個互聯網的一種快速的發展跟短視頻 還有所有的這樣的一個自媒體的興起 其實設計行業也開始有一些新的變化跟可能性 那這一兩年因為這個我還跑得動 所以也是到處飛來飛去的 哪怕在疫情的狀況之下 還是努力的在做一些不太一樣的事情 所以呢今天的主題呢我定義叫玩物上智 這個上是高上的上不是上氣的上 主要是告訴大家其實設計可以用一種非常非常玩樂的心態 享受的心態來面對這個非常變化多端的設計領域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其實跟我出的一本書有關 等一下我會介紹 那我們的主題的這個次標題叫做從二次元到後次元 那二次元大家知道是動漫 年輕人喜歡的這些動漫 那後次元呢當然就是現在我們未來可能的生活方式 所以它的指標題呢其實就是從動漫開始 一直到未來我們怎麼生活 可能會有一些這樣的一個過程的聊天 那最下面大家也看到 它是一個我的一個系列課程 一個研發與創新系列課程的部分的內容 那因為今天TAID特地邀請我在會員大會上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基本上呢就不放我們什麼設計的案例了 因為大家都是很棒的設計師 我更多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個行業間的一個趨勢 還有在做設計創新的一些可能的方法 希望對大家能夠有一些幫助 這大概是我今天整個的一個主題 那我在這個主題介紹完之後 在進入我們主要的內容的時候呢 我還是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又有一些新朋友跟新進的會員 那我叫邵維彥 大家叫我維彥就可以了 那我的身份是設計師 我也是主工帆木設計研究室的這個創始人 因為現在比較多的同伴在裡面了 那我除了在做設計建築跟室內設計以外呢 其實我也擔任了這個一些這個協會的公職 還有最近也在大專院校有做一些教職的工作 所以希望能夠在產官學藝四個領域都能夠透過設計的角度呢 給予大家一些新的一些刺激跟想像 好那這次以上是我簡單的個人介紹 那接著我們進入到我們的一個內容 那剛剛其實有跟各位這個說明過 其實這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其實改變了很多行業間的變化 那因為我持續在這個大陸還是有一些設計的工作 還有設計相關的工作 包含這個柬埔寨的金邊 雖然說最近柬埔寨好像這個狀況不是很好 不過我們做好我們設計本分的事 所以基本上的我這幾年疫情 疫情中間的過程我們就是在線上 那疫情的這個比較鬆弛的時間我們就會飛過去 所以大家看得到我這幾年其實也是飛來飛去的 那主要的這個大家看得到這個地圖上面是我們有落地的地方 就是我們真實的在那個當地都有落地的團隊來協助 把這些設計相關的這些工作把它做好來 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簡單的一個佈局 在台灣大陸或者東南亞國家都有這樣子在做 那這是我們公司的一些分佈喔 那未來也很希望能夠跟TAID的這個各位廠商 還有我們的設計師們能夠有更多的交流 那我們在台北、杭州、成都、廣州 然後還有這個成都、北京都有落地還有柬埔寨 然後特地跟大家邀請一下 大家看到畫面左邊這個是我們現在在台北的一個 新的總部大樓 那非常有趣一個小而精緻的獨立建築 那裡面現在正在裝修未來會有很多的設計事件在裡面發生 除了辦公室以外呢我們會辦一些論壇 一些課程、一些交流 那也希望有更多的機會給我們TAID的這個會員們 跟這個設計師的朋友們可以更多的交流 大概會在明年會完工喔 到時候我再邀請大家過來看一下喔 OK 那回到我們的主題 其實我今天剛好前面說明 因為大家都是很棒的設計師 所以我沒有特地帶什麼太多的案子跟大家分享喔 我想案子在網路上都很容易搜尋的到喔 那但是我還是告訴大家 我後面其實玩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的本業 身為這個設計師的本業 我們把建築設計跟所謂的室內設計 我們基本上還是做得很完整 所以大家在畫面上可以看得到 我們其實做的從規劃 從建築的規劃 一直到建築設計、室內設計 那各種類型的空間 從住宅、商空 到一些所謂的這種這種 這個心靈獸空間 我們其實都有在設略喔 那如果有機會 還有更多的時間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案例喔 那我只給大家 告訴大家 在玩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在空間上面 我們持續也在深入深化我們的設計 那今天的主題叫玩物上智 我特地挑這個題目 其實我有非常多的課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特地挑這個主題 是我覺得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今年也40歲了 所以也不像過去那麼的 那麼的那個小鮮肉的狀態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就講事實不獲嘛 我也在思考說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用什麼樣的角度來重新面對我們的設計 所以我這個去年在大陸出了一本書 叫玩物上智喔 那這本書現在還沒有繁體版 但是應該即將會有繁體版 那裡面就是我把現在的一種 新的這種消費者的 或者新的世代的一些年輕人的一些想法 透過調研的方式把它集結成冊 然後這本書叫玩物上智 所以今天很多的內容 會從這裡面做一些擷取喔 那也當然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私訊我 或者是跟我們的這個工會聯繫一下這個書 要嘛就繁體版等一下 要嘛就是簡體版 應該網路上買得到 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內容的設定 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講框架喔 因為我擔心大家聽完這個內容 有些地方覺得很有趣 希望有更多的延伸閱讀 需要一些素材 所以我把這些文本也給大家知道一下 那另外這本書叫做設計未來超智人 這本書是我應該是在兩年前出的一本書 那基本上是對於整個設計師養成 還有對於設計師的這種自我精進的道路上 做的一些調研跟方法學 那裡面有兩句話送給各位 就是知識的交互會決定你的創造力 那差異化的建立會決定你的競爭力喔 圍繞著這兩個大的設計概念 然後做了一些這個調研分析 那我們今天的部分內容也在這書裡面 會有更多的延伸閱讀 所以這兩本書我們的玩物上智 跟這個設計未來超智人呢 也供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做一些延伸閱讀 OK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大概有這五個大的結構 那因為雖然說是玩物上智 只是說用一種比較輕鬆的方式 來面對這一個比較變化多端 或者是比較後疫情時代的這個一個設計的產業 所以我們第一個主題先聊一下我們的所謂的關係論 關係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後疫情的時代會發現疫情的介入讓我們全世界的關係都改變了 改變了我們的關係 改變了我們的速度 改變了我們的距離 那所以這件事情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那這張PPT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2017年前後呢 挪威當代設計展辦的一個展覽 這個展覽的主題叫做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叫做萬物皆有關聯 在2017年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非常有意思 那就啟發了我 那同時呢 大家看得到在2016年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建築大師Frank Garry 在東京辦了一個展覽叫做 I have an idea 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他有什麼新的想法呢 他的展覽的這個開門見山 有一個大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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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的這個海報呢 就寫的 I have an idea 然後圍繞著三個關鍵字 他認為未來的一個人類的一個發展的這個這個模式呢 會圍繞著建築人跟科技這三個關鍵字呢 互相跟我們的生活捆綁在一起 所以大家看得到PPT的右邊這張圖的這一張Diagram的圖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關鍵字是互相牽扯在一起的 他認為這樣子的一個牽扯跟這樣子的一個脈絡 基本上呢會刺激給我們更多的這種所謂的unexpected result 就不可預期的結果 所以Frank Garry認為設計的創造力跟人類未來的可能 就是在這個不斷的複雜的關係當中的這種不預期的可能性 他認為這才是這個模型真正的價值 這是Frank Garry給我們的一些啟示 另外一位建築大師叫做Peter Eisman 我想大家也應該也認識他 就是我們的這個做所謂的數位建築的一個建築大師 那他在18年的時候在這個同濟大學呢 也辦過一場演講 在談的是未來建築的可能性 他說當代的建築非常有趣 在追求什麼? 他說當代的建築在追求所謂的不確定性 所謂的undecidable 不確定性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 追求建築的不確定性 到底什麼叫不確定性? 那個Peter Eisman有非常多 這個非常精湛的一個論述 那不管是剛剛我們的羅威展覽 跟Frank Garry跟Peter Eisman 眾多的這個調研當中 你會發現我整理了這張圖給大家 就現在整體的設計的一個泛設計領域的思維呢 開始從本體論轉成像所謂的分體論 什麼叫做本體論? 對於單一物件的一個表面的 或者單一物件的一個情感的投射 一個單一物件的一個論述 對於一個物件的關係 那什麼叫分體論呢? 分體論呢 不只是在針對單一物件的一個表象的一個描述 更重要的是關注什麼? 兩者之間的什麼?關係 一個是針對本體的本身 另外一個是拋棄本體 更重視的是兩個體之間的什麼?關係 這是我畫的一張Diragon的圖給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講整個的從現在的設計思維 就從本體論走上分體論的概念 大家更重視什麼? 更重視的是兩者之間的關係 不管是建築跟景觀 不管是所謂的這個室內跟人的關係 人跟家具的關係 人跟人的關係 都在討論的是關係這件事情 那我舉幾個有趣的例子 像大家如果去過這個羅浮宮 我們看過這個鎮店之寶 叫做萌娜麗莎的微笑 大家基本上第一個動作會做什麼? 我們會拍照 我們會拍照 然後就會這個各種拍 前拍、後拍、自拍 什麼各種拍法 就是對於一個物件的這種情感的投射 這是很標準的一個本體論的一種 一種一種一種描述 但是這樣的事情呢 對於某些藝術家來講 他又在思考 說這個藝術這件事情 這個角度有沒有其他的面向的可能性 所以有一位藝術家叫做Staven 他非常有趣 他拿著一個攝影機 或是跟這個照相機 那每天會在各大的美術館、藝術館 或展覽裡面躲在角落拍照 拍什麼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他不是拍人 他也不是拍畫 他在拍什麼? 他在拍兩者之間 在那個時候產生的這種不預期的關係 比如說這一個淑女 或這一個大媽 或者是這一個小女孩 或者是這兩個在看畫的人 或者是這一個胖子 這胖子可能要等很久 這都不是刻意安排好的 是他躲在一個角落的 經過長時間的等待 在捕捉什麼? 在捕捉官者與物件之間 在瞬間產生的某一種連結跟關係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這件事情我想告訴什麼呢? 我跟大家聊一句 如果說人類的文明是一列火車的話 跟大家線上互動一下 你認為火車頭是誰? 火車尾巴是誰? 我給大家三秒鐘的時間 一、二、三 好 大家應該心裡有答案 如果人類的文明是一列火車 火車頭是什麼? 是藝術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開玩笑的說 藝術家什麼時候最出名? 什麼時候最有名? 通常是過世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他的思維太前衛了 所以當下人沒辦法接受 可能要等到他走了一段時間 文明到那個狀態 大家跟得上 所以很常有人在笑著說 人類的文明如果是一列火車 帶著大家往前衝的是藝術 所以設計師多看藝術領域的東西 對你的設計一定會有幫助 那再另外問一個 那人類的文明是一列火車的 火車尾巴是什麼領域? 大家來想一想 我不知道大家心裡有沒有答案 那因為時間關係我就不賣關子了 是所謂的建築 或者是我們把它理解成空間設計 因為建築設計嚴格來講 它是最慢的 因為它牽扯的層面太廣 所以你思考一下 從4500年前的古埃及的金字塔 到現在的摩天大樓 其實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都在對抗地心以利 都是由下而上的一個建構的過程 都是在討論的一些 就是它的議題本身沒有太多本質上的改變 這就是建築的一個狀態 所以建築的進化是非常慢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比喻 所以我只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多看藝術 因為它可能會觸發你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Steven這一系列的這些 這些攝影作品呢 其實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多關注 所以呢做一個總結 當代的設計你會發現 所有的一些前瞻性的設計呢 開始不是重視事物的本身 而開始轉移到什麼 是事物與我們之間的什麼 關係 這是從本體走到分體論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思維 所以呢當代的設計是什麼 不是生產力 而是生產一種關係 不管是從事建築 從事室內設計 還是從事各行各業 要努力的去透過你的專業技術 去找到一種新的關係 或找到一種良性的關係 良性的對話 我認為這才是現在設計 非常重要的一個本質 所以為什麼我說玩物上智 現在用一種比較娛樂 或是比較輕鬆的心態 來面對設計 其實是在產生一種新的關係 是在產生一種新的角度 去跟不同的領域 做一種關係的連結跟對話 這也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呢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非常重要的關係論的一個 簡單的開頭 那我再舉一個 我們室內設計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關係論 應用在設計裡面 比如說衛浴 衛浴這個事情 從早期的版本 我們的三件套 馬桶、洗手台跟浴缸 就單純的滿足了 這個清潔的需求 但隨著時代的進程 衛浴也開始改變了 從這個量的需求 走到直的需求 開始做乾濕分離 不然整個這個廁所 濕濕答答的也不太舒服 所以我們就可以有乾濕分離 讓這個空間更乾爽更乾淨 那再往前走兩步呢 廁所要做什麼進化 開始做所謂的叫權位定制 權位定制這個制 你可以 這可能是大陸的用法 台灣的話會更多的 像是我們這個 所謂的系統家具 然後把它這個介入到 所謂的 系統櫃 介入到空間裡面去 那為什麼叫權位定制 因為現在人的生活方式 瓶瓶瓣瓣的 瓶瓶瓣瓣的 所以男生也要保養 女生更要保養 所以大家有很多東西要放在廁所裡面 所以呢就需要 針對你的這個 需要去做很多的櫃子的定制 針對你個人的需求 跟個人的這個使用的可能性 要幫你量身打造一些櫃子 一些收納空間 就開始進化到3.0 重視個人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再往前走廁所還有什麼變化 我還觀察到了 現在開始多了很多智能 不管說什麼魔鏡啊 就是他知道你的這個天氣的溫度 跟你的空氣的濕度啊 跟你的這個人的關係 我們的浴缸裡面有很多的設備 有各種各樣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這種 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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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數據 可以影響到我們空間的變化 就開始把智能這件事情 跟廁所整得在一起了 好 那我再給大家思考3秒鐘 那如果再問你 那廁所再往前進化 會進化到什麼狀態 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給大家3秒鐘的時間 好 我來不賣觀哲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廁所怎麼進化 跟大家講一個有趣的例子 在講有趣的例子之前 我先告訴大家 現在廁所怎麼進化 廁所開始進化成新的物種 廁所不再只是廁所了 他從本體開始走向分體 什麼意思呢 這個議題大家一定說 欸史老師這個 這個廁所不是廁所 那廁所是什麼 難道是餐廳廚房嗎 我覺得廁所開始 因為生活方式的改變 開始重新排列組合 我舉個例子 2018年 那我當時被拍到法蘭克福 去看一個全球最大的衛浴的展覽 叫Toto 這個沒有置入性行銷 我不知道Toto是不是我們TAID的會員 是是不是 有人在點頭 那可以多講兩句 2018年我去看法蘭克福全球最大的衛浴展 那看了很多品牌 那我當時看到Toto的展規非常有趣 他當時談的概念就叫Life and New 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我就覺得很有趣 什麼叫Life and New 進去一看呢看到這個樣板房 非常有意思 他在書房裡面放了浴缸跟放了什麼 馬桶 這就有點意思了 我當時就在想說這到底在幹嘛 在書房裡面放馬桶 這個有可能 後來經過了一些了解跟詢問之後 我後來了解 其實呢背後的書房可以把它理解成什麼 把它理解成資訊的流通 大家現在上廁所誰不帶手機的 可以心裡舉手一下 我看現場都在笑 大家都會拿手機吧對不對 不管是你洗澡聽個音樂 聽個有聲書 還是上廁所玩個手遊 按兩個Facebook的站 你基本上手機不離身了 所以這代表是什麼 代表的是資訊的流通 已經進入到我們的生活方式 所以當時的Toto非常有意思 把這樣的概念用很空間的方式呈現 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 所以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現在的因為生活方式的改變 導致了我們人跟空間的關係也開始改變 所以未來你會發現客廳可能不再只是客廳了 廁所不再只是廁所的 你會現在發現很多的客廳沙發開始不對的電視 為什麼 因為電視根本不開 年輕人不看電視的 你剛剛發現你進去廁所會開始帶手機 你的冰箱開始會出現在你的廁所 為什麼 我的保養品很貴 要冷凍起來 但是我不想走去廚房 所以你會發現經過大量的調研 你會發現現在的生活方式已經改變了這種空間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現在做非常多的建設公司的項目 還有一些商業空間 你會發現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都開始因為生活方式的改變 導致人跟空間的關係也改變了 所以TOTO這個例子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只是在強調一下 當代的設計我們應該關注什麼 不是只在關注材料啦 細節啦 風格啦 這些事情 這是生產力的概念 我們應該去思考什麼 思考的是怎麼樣有一種新的關係 去面對人跟空間的可能性 這是我覺得這個的重點 所以呢 我最近有弄了一個關係論 我就大家在畫面上可以看一下 我就不一一唸了 就是基本上 只是把一些整理出來 因為我這個課程的體系蠻龐大的 那今天因為就有一個小時 所以我只是把這個做一個簡單的引言 讓大家有一些trigger 讓大家稍微刺激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或設計師們 再去書裡面找一些延伸閱讀 這是我在這個關係論裡面挑的幾個有趣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OK 好 那第二個主題 我們從關係論開始進化到創新了 那我想 大家都是設計師啊 設計師要做什麼 一定想做不一樣的事情嘛 對不對 設計師最有趣的事情 我常常在講 設計師是最有趣最好做的行業 也是最不好做的行業 為什麼 因為設計呢是一個應用科學 它不是純粹科學 什麼叫應用科學 它沒有標準答案啊 比如說我們的仁德兄 那個仁德我又提到你名字 我們的仁德兄覺得黑色很好看 我覺得黑色不好看 那這個東西沒有對錯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各自表述 但是呢純粹科學像物理啊 數學啊 化學 這就是基本上純粹科學 你就會發現純粹科學有標準答案喔 錯就是錯 你哪怕只差0.00001也是錯 所以呢 應用科學跟純粹科學最大的差別在於 應用科學它是應用 所以建築這個類型其實在 大學剛剛出現的這個 古羅馬的時代其實是沒有這個學科的 是因為這個時代的需求 因為這個生活方式的改變才導致這個學科的出現 所以它是應用型科學 所以呢 這個設計的本質是應用型科學 所以它基本上創新這件事情沒有標準做法 所以很多設計師有時候時間久了 現在大家是怎麼做設計的 說實在話看一下Pinterest 看一下IG 參考一下資料 然後很多都是從這邊素材來的 那創新怎麼辦呢 所以我也給大家在這邊呢 發表一些我個人的潛見 我認為創新這個事情 怎麼樣一些方法 給大家參考 如何創新 其實創新之前我提出的一個4i的概念 這是從這個所謂的產品設計 引用過來的一個做法 那這個體系非常有趣 就是說設計師如果要追求創新 我認為設計不見得只有單純的天外飛來一筆 這樣子的一種黑盒子的操作 我認為它還是有一些方法 那這方法裡面我把它分成四大象限 那我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細說 那我只是延伸我們剛剛的這個主題的關係論 來告訴大家 在四個創新方法裡面 所謂的這種顛覆性創新的 還有部件式創新 還有所謂的這個基礎式創新之外 有一個創新方法 跟我們剛剛講的關係論很像 也是我認為目前最推進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架構式創新 大家要問說什麼叫架構式創新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例子呢 大家應該會比較有感覺 其他的部分呢 我就不在這一次的這個分享裡面說了 因為時間可能會不夠 有機會跟大家再分享 我先講 我認為比較重要的架構式創新 也link到我們剛剛講的關係論 講一下我們現在很常常看到的 Uber跟PandaEat 現在大家每天都要點外賣吧 對不對 這就是很標準的架構式創新 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不是一個新的商業模式 它是 但是你會發現 它每一個部件都不是新的 車子還是車子 人還是人 手機還是手機 但基本上呢 這東西創 創 把這幾個東西連結在一起 就產生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 沒錯吧 這就是什麼 透過關係的排列組合 跟整個架構式的一個 一個組件的一個調整 就會產生一種創新的可能性 你把車子 把這個人的剩餘的時間 把手機加上APP 串連在一起 就得到了像UberEat PandaEat 這樣有趣的創新模式 或創新的商業模式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例子 其實行業已經有非常多的例子 我想大家心裡也會 這樣子一個思考也會引起很多的想法 我就點到為止這個案例 那這個東西我只是隨著剛剛的狀態去講說 其實創新這件事情 我認為現在一個重要的方法是什麼 改變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排列組合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架構式創新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那架構式創新其實有很多的案例 只是還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現在剩下應該只剩下半個多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可能就點到為止 有需要延伸閱讀 我們到書裡再去討論 好 所以在創新架構裡面 我提出一個4I的概念 那裡面有一個架構式創新 就是跟我們剛剛第一個章節所談到的關係論 比較像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包含我剛剛講的這個TOTAL的例子 透過一些排列組合的方式 有可能會刺激新的可能性 我們回想一下剛剛Frank Garry講的事情 我們回想一下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PTS們講的所謂的不確定性 你會發現這個創新方法是非常有意思的 OK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第三個章節 第三個章節 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一個 這個主題 在談的是一個發展的模型 那什麼叫發展的模型 其實我記得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我的老師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在人生的這個道路上面 其實要有一些自己的一個方法跟發展的模型 或者是可以參考別人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我在這邊提出幾個我個人的一個發展的模式 也是我們公司發展的一個模型 第一個叫做所謂的I型發展 我想I型發展的是我們這個過去傳統教育裡面 這個最根深蒂物的一個思考 就是什麼東西是要深入深入再深入 它是一個線性的 向下扎根的一種發展模式 那我認為這條路是沒錯的 但是我認為在2022年 準備進入2023年準備登入火星 準備了解量子力學的這個年代 我覺得發展模型不應該只有一種 應該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後來我就提出另外一種發展的模式叫T型發展 T型發展這模型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說在我們縱向的這個專業 不管是學建築的學室內的學軟裝的都好 在這個縱向的深度我們繼續往下挖掘 繼續深化沒有問題 但是呢在這樣的一個節點上面 我們還要做出一個什麼 做出一個橫向的發展 這個橫向的發展不是漫無目的的發展 T呢基本上跟I還是有一個什麼 還是有一個交集的點 這個毛點就是你的專業 比如說我們是學設計的 有可能是有朋友可能學法律的 學金融的學結構的 在你的專業上面其實可以在上下扎根的同時 也可以做橫向發展 這就是T型發展 那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漸漸的你可能對於這個 這個有經驗的積累的 有資源的積累的 就有可能向下扎根 長出另外一隻腳 這就變成了這個Pi型發展 這個Pi現在在新加坡的教育部 一直在談Pi型發展非常有意思 那台灣也曾經講過叫第二專長 這也是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從i、T、Pi這三個發展模型 其實都是我認為在個人的設計師養成的過程 或者是在公司往前走的過程 我覺得在當代大家是可以參考著用的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在做的 所以後面呢我也不是講了一大堆的一個理論架構 我會用我們現在公司的發展的狀況 來跟大家理解一下 IT拍這件事情怎麼去玩 它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想法 那T這件事情呢 以我們這個足弓帆木的這樣子的一個團隊為例呢 因為我們是學空間設計的 建築啊、室內啊都有在做 所以向下扎根我們持續做 反正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也只會做空間設計的 只能往下走 那另外橫向的發展呢 我們還是做了一些範設計 或者範藝術的領域 比如說對於所謂的這種 這個教育啊或者所謂的設計教育啊 或者所謂的這個潮流啊、潮玩啊 我們特別有興趣 這跟設計也有關 我們就開始做了一些開拓性的可能性 那時間久了之後呢 就長出另外一隻腳了 另外一隻腳的意思是說 它變成發展成另外一個獨立的團隊了 然後呢跟本來的團隊可以做對話 也可以獨立運作 就變成一個拍 這就是一個概念 其實拍是什麼 兩個T嘛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呢 再來的部分呢 以我們自己足弓帆木的公司 設計公司為例呢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要說只是在講一大堆的框架 沒什麼用 我們自己是身體力型來做這樣的落地 那足弓帆木呢 我想大家應該多多少少也聽過 我們就做了很多的空間設計 從建築到室內做了很多的這個作品 那本身反正自己也是設計師做了很久了 那剛剛我所講的 因為我對於所謂的設計教育這一塊 還有所謂的潮流、潮玩、潮意 這一塊特別有興趣 所以呢我們這幾年在這個各個地方也在發展 所以發展了兩個兩隻腳出來 第一個叫DRD 第二個叫做BK 這就是我們實際 照這樣的框架所長出來的兩個模式 跟他介紹一下 那DRD呢 基本上是我在廣州的一家公司 叫做所謂的這個DRD設計研究院 那我目前擔任的是集結了很多老師 那我目前擔任的是院長一職 那DRD在做什麼呢 其實他大部分在做的是商業調研 那我從學生時代 就一直非常喜歡一位建築師叫Ranko Haas 最近來到台灣 在我們那個士林的這個叫做米雪糕建築裡面 開玩笑 就做了一場演講 就是其實Ranko Haas的思維一直是我覺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設計還有兩個團隊 一個叫做所謂的OMA 做空間設計的 另外一個團隊叫做AMO 做什麼做調研的 我認為設計跟調研本來就是一個人的左右手 他是必須相輔相成的 因為設計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他沒有標準答案 他是應用科學 所以隨著時代的推進 他一定會改變 所以你必須要一個調研團隊 持續的吸收新的資訊 來讓這件事情 保持一個有良性的成長跟對話 這個我從學生時代 就一直非常喜歡這樣的概念 所以後來到了現在 有一點資源之後呢 除了足弓帆木的設計團隊之外呢 我們在廣州搭建了另外一個團隊DRD 就是在做什麼 做調研跟設計教育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邵老師你怎麼講得頭頭是道 怎麼這件事情怎麼感覺 常常在講 因為我們其實大量在做調研 也常常在做課程 那這7i的課程就是 就是我們這幾年來累積的一些課程的體系 針對的是商業空間或是所謂的 新零售思維做的一些方法 7i 那這7i的部分呢 有一系列的課程 那今天肯定沒辦法說了 我只能找機會跟大家聊 我只能框架設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DRD的我這個團隊呢 就是他的三個字母 就是Design 設計 Research 做調研 Desire 這是對於設計的飢渴跟渴望 這是DRD的一個由來 那我剛剛講的7i其實是一個整體解決方案 它可以針對一些企業去做品牌提升 針對一些問題的發掘 對於未來趨勢的判斷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課程 跟這樣的一個調研的一個方式 那我就快速講 會不細說了 比如說MI 就是所謂的這個Mind Integration 或者Mind Identity 做一個品牌定位的 品牌調研分析的 那第二個i叫PI 叫Product Identity 或者Product Integration 就是產品的辨識系統 第三個i叫VI 叫Visual Integration 就是做視覺識別的 跟眼睛看得到的關係的 都是跟視覺有關 第四個i叫SI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Space Integration 做空間體系的打造 針對的是商業空間 或者是這種各種電型電態的研發跟開發 那再來下一個i叫做AI 叫智能體系 就是人工智能 就是怎麼樣透過智能進入到所謂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住宅空間 剛剛有提到了像Toto 像很多品牌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那再來是TI 潮流力體系 抱歉這個PPT的字型有點跑掉 不過沒關係大家看得到就好 就是說 潮流力導造就做於所謂的 現在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跟年輕人的需求 他有另外一種新的可能性的渴望 我們也在做這方面的調研 跟這方面的課程的輸出 玩物上智呢 這本書就是我們這個體系 輸出來的一個內容 最後一個i叫做所謂的整合式營銷 Behaviour integration 這比較針對的是落地 怎麼樣把我們的這一套體系 交給我們的經銷商 或交給我們各個地方落地的團隊 他是一個落地整合設計營銷的概念 OK 這七個i呢 我就簡單談這個架構性的東西 每一個i都是一套完整的課程 如果有興趣 未來跟TAID我們可以多互動 我這邊講一個框架 其實這個七個i我常在講 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關係論 其實設計 不見得要一直在做所謂的 從無到有的顛覆式創新 我們剛剛其實跳過這一段 顛覆式創新就是從無到有 這個非常的困難 那這種東西 你說設計每一次都要不一樣 真的很難 我在設計未來超智能這本書裡面 曾經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 我認為當代的設計已經幾乎找不到原創了 因為人類的文明發展了五千年 加上互聯網的這種速度 你說要做到一個設計是完全沒有人做過的 我基本上覺得不可能 哪怕在設計領域沒有人做過 可能在藝術領域在哲學領域在各個領域 可能也有人提過 只是我們不知道 知識太多了 所以我認為當代的設計 你要做到顛覆型的這種無到有的創新 我覺得機率非常的低 更多的是什麼 是關係 新的關係的排列組合 所激發出來的設計的不預期性 就我們剛剛前面那一段 才是設計真正的一個可能性 那七愛這件事情就是怎麼樣 把這種關係整合起來 互相對話 這樣的東西其實一加一會大於二 現在很多品牌其實一加一都小於二 為什麼 找廣告的做一個東西 找設計師做一個東西 找什麼做一個東西 大家互相不對話 互相分開 找了很多團隊 可是一加一是小於二的 真正其實要把這關係梳理清楚了 讓他互相的關係之間 互相能夠富能 互相能夠相輔相成 就有可能一加一大於二 這就是我們這幾年來幫很多品牌 很多商業空間 很多企業在做的所謂的品牌提升計畫 這就是我們的七愛的一個方法 跟提起我們的思維 就從關係論長出來的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常常很多人問說 邵老師你設計公司都不忙嗎? 你怎麼可以有這麼多時間去寫書啊? 不管是剛剛我所提到的 網務上誌啊 或者是超製人啊 或者是一大堆書 當然謝謝很多的老師跟前輩的提拔 那同時這些書的內容 其實很多都是我們過程中 調研的結論 或者是我們課程的一些分享 或者是我們的實戰經驗的一些累積 所集結成策的一些知識體系 就是去履行我剛剛所提到的 Rinkle House 在AMO跟OMA之間的關係 是我一直想要follow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自己身體力行 所以我有一套方式在做這樣的狀態 所以這些知識體系也不是無中生有的 是在每天的工作當中 邊做邊積累所得到的一些調研結果 所以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內容 那剛剛前面講了一下 我們T型發展所長出來的一些 對於所謂的調研 或者是設計教育有關的這樣的一個團隊 另外一個事情我剛剛所提到的 我這幾年對於這種潮流藝術 或潮玩也特別有感覺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公司同事的桌上 開始出現一大堆的盲盒 或者一些小小的手辦 你看很多同事在笑 就是你會發現桌子上擺了一大堆 我常常在講 你要了解他的內心世界 你就偷偷看他買什麼角色 白成什麼樣子 你可以略知他心裡在想什麼 其實我有一套論述是這樣 我覺得盲盒這件事情 某個程度上在體現的是 大家生活壓力工作壓力的另外一種轉換 這是一種玩物質的概念 就是說你看到這個東西你會覺得很療癒 這邊有另外一套體系 有機會跟大家在聊 我看現場很多人在笑 大家心裡應該有感覺 實際上我對這也很有感覺 所以這幾年我對於這種潮流潮易 因為我們年輕的業主也越來越多 所以你會發現這件事情不能不關注 我們也開始從小鮮肉變成現在的老臘肉了 所以也必須不服老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跟年輕人對話 所以有另外一個團隊叫做BK 這個團隊呢其實叫做 BK叫什麼意思? Big Kids 大小孩 這個東西其實我從18年左右就開始在做了 就開始在關注了 那18年我在央視有一檔節目 在談未來設計的方向 我就談過二次元這個概念了 不予一律 那個時候就已經在關注了 這也不是今天為了演講才長出來的東西 18年就在想了 那後來反正很多機會 譬如說 之前我在那個百度 就是那個 抱歉那個皮膩飄掉 我在百度就是大陸版的Google 基本上也幫他們在做教育訓練 也在告訴他們說 因為他們也要準備切入到設計的行業 也在討論說 到底未來的設計會怎麼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元素 跟什麼樣的領域 會整合到設計裡面來 那後來呢 就因為一些資源的積累之後呢 我在去年2021年 在廣州辦了一個展覽 叫做大小孩後次元潮流特展 我當擔任總策展人 就集結了很多各行各業的 犯設計跟藝術的一些資源 來做的這樣的展覽 這展覽現場的照片 是去年2021年的12月 在廣州設計中的一個獨立策展 那這展覽我今年就是10月都會在 我現在大陸就是因為 馬上這個展覽要第二屆開始 那我之後也希望把這樣的概念 帶回來台灣 那有機會找我們任德兄 我們算是中生代的 可以一起來玩一下 這就是我當時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其實也受到各行各業的一個關注 比如說像TopToy 或者是TopToy大家可能也聽過 泡泡馬特大家一定聽過 對不對 那TopToy基本上它的體量 跟泡泡馬特是一樣的 那也受到這樣的一個概念的號召 大家有非常多的對話 跟一種可能性 那這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後來也把一些調研的結果 變成我們書的內容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玩物上志》 那《玩物上志》這本書聽起來好像很有趣 好像跟動漫有關 事實上它跟動漫有關 但是也不完全跟動漫有關 它是從動漫出發 然後呢變成了後次元 那我剛才講什麼叫從二次元 二次元就是動漫 後次元就是現在的生活方式 其實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歷程 我們從小時候看無體鐵金剛 到現在開始所謂的事實而不獲 這個過程 其實就是從二次元到後次元的過程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說明 所以這本書裡面更多的是什麼 是生活方式的調研結果 我把現在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用十大類型做分明別類 去做的一些調研 大家可以讀得到什麼數位性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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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拓譜性啊 什麼多項性 這其實就是很多生活方式的改變 我把它做的一些調研集結成策 這就是我們整本書的一個架構 那這個展覽呢 這是去年跟今年的一個展覽的海報 什麼叫做大小孩 這個展覽呢 其實會非常好玩 這其實不是只是為了潮玩而潮玩 它基本它的根本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提醒發展 它的根本其實還是什麼 還是設計 我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展覽在做什麼 第一個呢 我們了解一下什麼叫做BKA 什麼叫BK 那這個角色是這樣子 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業主 跟我在各大專業上走了一大圈 現在在整個這個生活上面 比較活躍的人 有三種人群 第一種人群 我把它歸類叫做二次元的1.0 是什麼 就是喜歡玩潮玩的 就是各位老闆們辦公室裡面的 那些所謂的90後00後的設計師 這一群人呢 基本上呢 長期受到互聯網的思維 包含我自己都是啦 所以呢 其實我們小時候就接觸這個了嘛 就開始會上網啦 開始會打電動啦 開始會買玩具啊 所以我們這個80後的世代 我講的80後講的是西元80後 現在這一代40人 40歲了 像我啦 任德兄啊 我們這些都算是大小孩了 我們基本上就是受過互聯網 我們叫互聯網原生代 這一群人基本上對於動漫 對於網路是不排斥的 甚至很熟 這是1.0的版本 那進化到二次元的2.0版本之後呢 就是現在 你會發現現在的這個 這個二次元的動漫 開始跟潮流藝術對話了 不管是大家熟識的春上龍啊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奈良美智啊 或者大家所熟悉的DES NYC啊 一大堆 現在的很多藝術開始跟 跟這個潮流藝術開始跟動漫做對話了 當然我知道這樣一講 很多傳統美院的老師會說 不對 潮流藝術不算藝術的一環 我昨天在另外一個節目 也在討論這個事 我覺得這就是當代非常有趣的對話 都在對抗 就是大家會認為 這個不是藝術 潮流藝術不算當代藝術 就像我早期在學生時代 數位建築不算建築 這個其實是一種有趣的對話關係 我昨天在一個節目還要聊 現在基本上只要這個行業有在對話的 有在對抗的 都會產生新關係 回應到我們的關係論 潮流藝術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是一個不可逆的狀態了 因為藝術家或者新銳藝術家出來 我常在講 為什麼現在新銳藝術家裡面 會有這麼多動漫的元素 其實這是必然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吃這個奶水長大的 我們小時候會看無敵鐵金剛 所以我看他會很感動 我相信下一代的藝術家 一定會把鬼滅之刃 名偵探柯南當作他的創作元素 為什麼 因為他吃這個奶水長大的 我們以前收過什麼樣的資訊 我們現在對那個東西就會有情感的觸動 就是長物質的概念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新興的藝術家 或者年輕藝術家 對於潮流藝術油管 他是必然的 為什麼 因為他過去收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資訊 或這樣的一個奶水的滋潤 所以我認為二次元的2.0進化到現在 跟潮流藝術開始對話 那二次元的3.0是什麼 就開始變成什麼 生活方式 這是跟我們的食衣住行娛樂有關 那這群人是什麼 建築師啊 室內設計師啊 軟裝設計師啊 或者是很多的 所謂的生活達人啊 就是什麼 小紅書啊 Facebook啊 IG啊 Behands啊 這些基本上對於生活美學 對於生活特別關注的這群人 都算3.0 他已經進化這生活方式了 我相信現在我們現在走在路上 你看到兩個女生穿Cosplay的衣服 看到五個男生坐在地上玩手遊 你不會覺得他是神經病吧 不會 這個時代已經變了 你會覺得很正常 所以呢 這種二次元的狀態已經進入到 我們生活的狀態了 所以我認為這是必然 他現在正在陣痛期 所以我覺得1.0 2.0 3.0 其實這三個領域 是同一代人 他們是可以對話的 這一代人我把它統一叫做Big Kids 叫做大小孩 所以大小孩這個IP呢 是我創作的一個IP的角色 他講的就是40、30、20 就是40歲、30歲、20歲 因為都是成年人 40歲 像我跟任德 我一直提到你 我跟任德兄 我們40幾歲的這些人 40不獲啦 肯定都是成年人 40不獲 都要扛很大的壓力 30歲呢 30而立 從二字頭進三字頭 大家認為我要成家立業了 我要結婚了 肯定也是大人 對不對 20歲呢 20歲準備大學畢業了 也準備開始在法律上成年了 他也算是個小大人 所以40、30、20都是大人 而且這三個人 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大家看一下我的PPT 我不知道那個字 大家讀不讀得到 80後 就是我們 叫做所謂的互聯網原生代 90後叫什麼 叫數據原生代 開始會被數據影響 那00後叫什麼 叫做遊戲原生代 就是從小就開始玩手遊的這些人 這三代人是可以對話的 那這些東西就是我講的 叫大小孩世代 就是我百度跟Google給我的數據 佔整體消費市場76% 那這群人我統一叫大小孩 為什麼 這個IP是我設計的 那這個為什麼要參加這個設計這個IP 就是這個外型是一個大人 就像我們現在40歲了 說實在話 這個也老大不小了 所以我們要承受很多的壓力 所以外在是很嚴肅的 是非常這個 這個有包袱的 但是我們的內心 跟我們的頭腦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還是有一個初心 還是有一個玩心 玩物上志 所以我們的初心跟我們的頭腦裡面 有一個小孩子在裡面 這就是大小孩的由來 也在反映的就是互聯網這個時代 或者是所謂的自媒體時代的一種現象 這就是這個IP的設定 那這是我們設計的一個IP 然後由這個IP跟這個故事為文本 我們就跟廣州設計週 在廣州做的這個展覽 就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大小孩展覽 這展覽非常有意思 跟大家常常去參加的世貿建材展 很多展覽都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展覽是空間設計師在做策展 所以它整體上非常有趣 大家看一下畫面 畫面上面這展覽是融在一起的 紅色的展位就是搞動漫的 二次元1.0 黃綠色的展位就是藝術家 或者是藝郎 搞潮流藝術的 藍色的展位就是設計師 或是建材品牌 這剛剛的三代人 被策展人揉在一起 強制大家對話 強制大家碰撞 回應到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關係論 這種刺激跟這種碰撞 有可能會產生什麼 不預期的結果 這就是大小孩展覽的一個由來 當然中間有一個主論壇區 跟我們主展區 所以這展覽其實就要讓大家對話 強制大家 不要大家各掃門前雪 讓我們二次元的1.0 2.0 3.0 這其實是有機會對話的 大家聊一聊 溝通一下 知道大家在幹嘛 這個新的展會的博士 就出現了新物種了 就產生了展會的什麼 新的關係 所以大小孩就是這樣來的 那這是去年的一個照片 去年結辦的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他第一屆辦 同時去年的疫情也很嚴重 但是呢 我們還是把它辦起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當時現場的照片 這個IP叫大小孩 這入口 然後呢 進去之後 我們的一個主展區 那裡面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講的 玩物上至的內容 然後呢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我們現場的照片 這個藍色的 黃色的跟紅色的 分別就是3.0、2.0、1.0 全部融在一起 所以非常的有意思 你看那個右邊 那個是賣幕地板的 還有賣門窗的 所以那個TAID以後也可以 我跟任德兄找一下 我們搞個展覽 把我們TOTO找來 因為我今天提到TOTO三次 可以我們再辦一個有趣的展覽 可以這樣來玩一下 所以這現場的狀況 因為有空間設計 是在掌控整個空間的品質 所以它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本身也結合了很多媒體 很多自媒體來玩 1.0就是我剛剛講的動漫的 所以賣盲盒的 賣手辦的 賣一些這種扭蛋的 賣一些這種福包的 都跑進來的 這是1.0紅色的部分 快速給大家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包含賣這個 星際熊 2.0就是我剛剛講的 潮流藝術 可能有一些藝郎 藝術家 像這是老師 陸榮芝老師 這次也非常支持我 謝謝陸老師 然後就是對潮流藝術 有很多的貢獻 包含藝郎 維格烈 把很多的版畫作品都帶過來 還有很多 這個港澳台的所有的藝術家 像尤文迪 資博 娜小仙 都是我的好朋友 都進來了 包含一些藝郎 這是2.0 3.0就是設計師 或者是建材品牌 比如說這個是賣燈具的 綠報燈飾 這個是 這個是衛浴 浪金的衛浴 比如說這個是所謂的 木地板 賣木地板 也在搞得這麼吵 比如說這個是賣瓷磚的 沒有陶瓷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的建材品牌 因為要回應新的生活方式 也願意參與這樣的一個展會 這都非常有意思 這就不一意介紹了 這是卡普遜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就是我們在整個設計的一個概念 共襄盛舉 那也謝天謝地 在這個開展的前一天 居然還要做核酸檢測 所以進場人直接少一半 沒辦法 不會擋在外面 但是現場其實還是很多人 所以謝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現場基本上還是算爆滿的狀態 在去年 2021年的11月 那時候的大陸疫情 其實跟台灣疫情 都是算是蠻嚴重的狀態 硬著頭皮就上了 所以也知道我們關係還蠻硬的 所以這個展覽就硬扮起來了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這個展覽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它整合了年輕人 設計師 藝術家 還有很多的品牌 共同在為一個未來的生活方式 去做一些探討 那今年的2012年 今年的我們還多了一個PK之家 這PK之家簡單來講 就是把這個東西尺度 在部分的內容裡面把它縮小 然後也是整合了所有的品牌 然後做什麼 做巡迴展 像這個空間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PPT 從左邊開始 它有這個更衣室 有浴室 有書房 有客廳 有中島 有地板 有牆壁 有天地壁的元素進來 然後再整合什麼 整合各式各樣的這個 動漫潮玩的軟裝 或者藝術品 整合了所有的建材品牌 然後做了一個巡迴展覽 現在今年就會做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四天展覽做完之後 還可以在各地去做巡迴 那我認為台灣這邊 肯定會回來巡迴一場 再次還是邀請我們TIID的這個夥伴們 或品牌 大家可以一起玩一些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現在在策劃的 在今年2022年 就是在兩個多月之後 會落地的叫BK之家 就用小規模的方式 讓展覽結束之後 還可以走出去 做一些巡迴 把這樣的概念 把它往外延伸 那這次也非常好玩 我們剛剛講的T型發展 除了策展之外 我們也嘗試開始做一些潮流的藝術品 這是我設計的一個角色 叫做剛剛講的BK大小孩 將近有50公分 大概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庫伯利克雄1000% 再小一點點的尺寸 那這個IP很好玩 那我也嘗試再做一些潮流玩具 那有興趣的朋友 這邊打一個購買鏈結 支持我們一下 我們只做了150支 那在這邊也特地謝謝很多的老師 跟前輩支持 像譚金鐘老師就跟我買了四支 謝謝譚老師 對於潮流藝術 跟對於這種設計有想法的 這個後輩能夠支持我們 那這個角色現在 反正我覺得還不錯啦 蠻好玩的 然後擺在家裡也算是一個好看的東西 那如果有興趣的 歡迎跟我連結一下 支持我們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我講的 我們的內心跟我們的頭腦 都有一個小朋友的初心 玩心很重 這是大小孩的由來 那我們也很多朋友支持我們 我們做了一些 主要是想把這個思維做出去 我自己也愛玩玩具 那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塗裝 比如說紀念我們的Copy Bryant 這個是我們兒時最重要的角色 離開我們 比如說大家所熟悉的福音戰士 或鋼彈的RX78 這都是我們以前過去看過的動漫 或是我很喜歡的春上龍 我們都把它變成是我們IP的一個可能性 甚至我們那個初心的小BK 還被邀請到NFT 去做了一些虛擬藝術的一些嘗試 不管做的好不好 我們也跨出去 這就是我們那個胸口的小BK 也做了幾個微型側展 這都是我們在玩的 那後來也把這些論述 變成了一套知識體系 做了一些禮合 那也很抱歉 因為台灣目前是 是找不到的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朋友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超智人 跟玩物上智 還有一個套裝的這樣的東西 應該還剩下幾盒 可以私訊我一下 那我再看我們把它寄回來 OK 所以剛剛講了這麼多 講得很開心 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IT拍這幾個發展模型 是我們真正有在落地的 就是我用我空間設計師的專業跟知識 在網潮玩跟知識教育體系裡面 真的在做一些腳踏實地的事情 不只是畫一塊大餅給大家 所以剛剛介紹的我們的DRD 跟我們的所謂的BKA大小孩展覽 都是我們真的在做的 而且現在都有獨立團隊在運作 這就是我想告訴大家 從空間設計出發 也跨展到了提型發展 現在也展成了另外一隻腳 變成獨立運營的團隊 這就是我講的 對於個人或者公司體系 可以去嘗試的IT拍的一個發展模型 OK 所以呢大家常常說 邵維燕你老是這樣忙來忙去 到底在忙什麼 就是在搞這些事情 但是我個人玩得很開心 我們今天的主題叫什麼 叫網務上智 我覺得設計已經很苦了 整天被業主改來改去的 一下沒預算 一下這邊又怎麼樣 後來發現台灣的室內設計 這個法律的訴訟率 將近50% 我是發現這個真的很辛苦 所以還是要玩心 我們要保有初心 才有辦法在這個 艱困的這個 這個後疫情時代呢 還有一些 一些好玩的事情 設計不好玩 就真的不好玩 所以為什麼今天取名叫網務上智 主要是這樣子 那也謝謝我們足公帆木的團隊 大家這麼支持我 在天南地北這樣飛來飛去的 在我不在的時候 可以幫我守住這些事情 然後持續的相信我這些事情 大家都很累 但是我只是說盡可能的 讓這個行業有一些新的聲音 新的關係 OK 所以最後回到這幾張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團隊 很多人說 那個文燕啊 你幹嘛在那麼多地方落地 因為做這些事情 不落地還真的幹不了 就是說要做展覽 要做銷售 要做教育 要做服務業主 一定要有團隊 你全部靠線上或飛來飛去 也很累 所以我們的團隊這些人 也謝謝我們各分部的總監 在這個北京 成都 杭州 廣州 柬埔寨 台北 台南 無時無刻的都在支持我 把這些事情跟理念把它落地 沒有他們這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所以IT派這個模型 其實不是我一個人的能力 是整個足公帆木 大家的一個共同的一個辛苦的一個結果 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一個超智能 我簡單帶在五分鐘 就是剛剛講的是一個公司體系的發展 就是整個足公帆木團隊 真的照我們這樣的設定 做了很多IT派的這個模型 那對於個人來講呢 我知道今天很多TAIT非常棒的 這個設計師或者個人設計師的工作室 我給大家一個方式 就是總結一下 就是說設計是一個應用科學 所以呢 絕對不要只有在建築跟室內設計領域去挖掘 你找不到新東西了 你要擴展到所謂的九大藝術 我在超智能的書裡面 這都是我書裡面的內容 就是所謂大家看得到的 所謂的電影、雕塑、藝術、舞蹈、文學、戲劇 包含二次元、九大藝術 2017年把二次元列進去了 九大藝術你多去看這上面的知識 對你的設計一定會有幫助 記得關係論的概念 好 第二個呢 自我成長的一個發展模型的底層邏輯 我提出的一個概念叫TSPW 我簡單講 因為時間已經不夠了 基本上就是你要有幾個外部的平台 固定跟它保持對話 不要跑來跑去 不要跑場 比如說TAID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比如說CSID也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就是你固定跟這些平台的設計師或者團隊 固定對話 不要跳來跳去 現在因為平台太多 大家常常會有很多 不管是線上知識平台 或者是一些線下的工協會平台 我覺得一定要跟幾個平台走好關係 然後知識才會累積 所以平台要找好 第二個是內 所謂的Self-Learning 你要自我學習 不要 因為現在知識太多了 你如果不靜下來 左邊耳朵進去 右邊耳朵就出去了 所以我其實 禮拜六禮拜天 跟過年我最不喜歡出門 也跟很多朋友抱歉 因為有時候悶在家裡面 都在把這禮拜發生的事情在做整理 不然真的沒有時間搞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覺得沉澱下來 整理東西還蠻重要 因為現在知識真的太快太多了 所以你要有自己的一套時間 跟自己的一套方法 再來是所謂的技 technique 就是各個行業現在其實還是被科技驅動的 每個行業都一樣 因為這個時代進步太快了 哪怕是設計界有很多新的科技出現 比如說渲染的軟體 或者會智能化的編程 或者一些很多你要持續關注 因為設計這種東西 跟技術的捆綁其實還是蠻強大 所以你對於每個領域的技術要關注 最後一個是什麼 所謂的自 WeMedia 你要找機會把你的想法講出去 你不講就是大家聽不到 就沒有新的關係的鏈接的可能性 所以PSTW我簡單帶 它是一個基礎的個人的一個自我培養的一個方法 然後呢 底層邏輯完之後是忠誠的 TA的部分呢今天講不講那麼多 我剛剛講的ITPi的T型發展 其實它裡面還有一些脈絡 以後再跟大家說明 反正大家已經知道T型的概念 它還有一套更細的方法 那A的部分是講的是差異化 你要透過一些狀態 來了解你的差異是什麼 記得差異化的建立 才是你競爭真正的關鍵環節 這是TA的一個概念 我這邊就不細說了 然後最頂層的是什麼 是要培養設計師2i的能力 兩個i一個叫insight 一個叫做所謂的integrate insight是什麼 就是你要 我叫做動見者 你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事情 尤其是設計師 你要有動見能力 如果永遠只是在風格上面 或細部上面去做複製的動作 非常可惜 我覺得設計 因為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它是一個所謂的應用科學 同時呢 現在整個設計 往關係論的方式 分體論的方式去移動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設計師 更重要的是什麼 是你的視野 跟你的這個動見的能力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整合 所謂的integration 或是integrator 這現在的跨領域 因為現在的邊界 各行各業的邊界都很模糊了 所以我們要不能閉門造居 我們必須要跟各個領域對話 碰撞、整合 才有機會變成是一個新的可能性 這個我認為是當代的優秀設計師的兩個關鍵性能力 也是我們在公司培養人才 或者在面試人才 兩個重要的人格特質 設計有沒有創造力 或者設計有沒有經驗 這個我認為都是比較minor 比較第二層次的事情 我覺得2I是最高指導原則 好 簡單的說 這是我在設計未來超智能裡面畫的一張圖 這張圖大家一看就知道在紀念的是 在致敬的是達文西畫的這個特維魯特人 那這個就是我講的 我們的九大藝術就是我們的知識體系 然後三角形的底層邏輯是什麼? PSTW的方法學 忠誠是TA 最後要養成我們的二I能力 我認為就是一個超智能的模型 超智能的意思不是在宣兵奪主 這是在回應以色列人類學家 這個赫拉利和Rari所談的 這個超智能的概念 大家有機會去看赫拉利的書 基本上我認為現在的設計師 如果你要自我養成 因為現在設計師好像也很競爭 建築師也跑來做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也在做室內設計 工班也在做室內設計 藝術家也在做室內設計 設計是沒有邊界的 所以我覺得設計這一環 即使我有讓自己不斷的進步 你才有可能就是持續的保持一種競爭力 這就是我對於這個 設計未來超智能這本書的主體架構 那也很抱歉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細說 好 最後了 最後的部分 前面Tolakku講了這麼多 就盡可能的不要辜負 這個我們代理事長 還有任德兄 還有我們的副理事長們的邀請 盡可能在一個小時內 給大家最 我認為是最前端的 我們所收到的一個 整理完最新的資訊 我相信對大家會有一些幫助 當然也很抱歉 因為沒辦法細說 我只能把框架性的事情跟大家講 所以我剛剛講的4I 還有我們的所謂的關係論 我們的IT派模型 我們的PSTW 我們的2I 它是一個整體的一個框架 如果想知道細節的 大家如果支持一下 維艷 可以在書局上買這個書 玩物上至的書 跟我們的未來世界超智人 它有很多相關的知識體系的書 可以做一些延伸閱讀 好 我想今天也差不多講了一個多小時 多一點點 也謝謝各位的時間 那最後還是非常謝謝我們TAID的邀請 能夠在第17屆的會員大會 能夠給大家這樣的一個分享 也很抱歉 因為我人在大陸 再加上疫情 所以沒有辦法現下跟大家見面 但是我希望在未來呢 經過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我希望我們跟TAID 產生了一個新的關係 然後呢 未來在後疫情時代 大家可以多對話 然後呢 大家在這個很競爭的時代 還是要保有我們設計的玩心跟初心 好 謝謝大家 那也希望今天的課程分享 能夠給大家一些啟發 好 謝謝各位 感謝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邵老師 在我們大會當中 擺盲之中 幫我們做的專題演講 這邊警達代表公會 自證一下這個感謝狀 那我們再麻煩邵老師 來 好 感謝邵老師 精闢的演講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邵維英老師 能夠在大陸為我們直播 這樣的一個非常精彩的演講內容 也啟發了我們設計師 還有我們裝修業界 很多的想像 那 我想 僅代表 TID 自證我們邵老師 小小的感謝 謝謝 謝謝 來 再一次 OK 好 謝謝 感謝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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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